披着各式不同颜色的尖纱 华德福实验分校的学生 用着优美的和声 庆贺他们的校舍崭新落成 从105学龄度开始 招生的华德福实验分校 目前有四个班 占借其他学校教师上课 现在新校舍剪裁启用 也让他们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家 每一次我来到学校 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华德福教育所想要提供给我们孩子 不一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 希望孩子们能够以大自然为师 效法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尊重大自然 让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体验 也透过不同的一个教育方式 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校舍的启用表示着新竹市政府教育处 对于华德福实验教育的一个重视 那未来我们也这个希望 再透过我们在捷东教育道附近 找到一块东湘段的一个土地 大概有四公顷 未来来规划作为我们华德福 学校的一个建制的一个环境 华德福教育强调与自然共处 学生没有课本 老师甚至要依照四级变化来编制教材 而动手做也是华德福教育的内涵之一 市长林志坚剪完财带以后 更加入学生一块捏陶土做矛头鹰 体验华德福教育的精髓 它就比较是让孩子可以深入的思考 所以冬天我们就可以比较多一点思考的课程 所以像我们的周期课程 夏天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多一些像艺术 形建化操作的课程 那在冬天我们的数学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 也就是四个礼拜一个周期这样子的安排 所以我们整个课程其实是老师要非常的灵活 他不只要看懂孩子的发展 他还要顺应四季 然后整个天后的变化来调整课程 那我觉得这是对于华德福老师非常大的挑战 华德福教育在台湾属于新引进的教育方式 校方希望利用创新教学与手作课程 引发孩子们自然纯真的天性 进而促进学习 而新颖的教学模式也让新竹市的家长们 除了传统教育模式之外 另外多了一种新的教育选择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